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雄市政府长期待多 高雄市政府长期待多 中刚已经在我们这里当成实验厂区了 他四年来在这里做了无数的工程 种了无数的植物 这个都是造假 今天我们已经备用汇气物法案 并他是汇气物了 所以我需要说高雄市政府环保局 不要再偷懒了 不要找他背后了 你就是用汇气法来清除了 中刚在我们这里已经花了数千万了 如果说你没有代为旅行的话 这样对我们居民来说太不公平了 我们居民四年来 我们手上看到都是我们铁证 植物死掉 住屋死掉 我们流出来的就是强奸水 流到高雄市民喝的也是这种强奸水 我们四年来痛苦 谁知道 今天怀孕好不容易 还给我们一个正义了 我们希望高雄市政府环保局 你拿出你的 勾权力来 拿出你的行政作为来 把这个汇气物 马上从我们的农地里清除 环美一个自来水源保护区 该有的水源跟农地 就是言告请求撤销严处分 还有请求被告因命 就是参加人建发建设营造公司 就是建发营造有限公司 在其土地上围田的炉渣 因现除做成清楚的一个行政处分 还有言告请求支付历史会十万年的部分 这一部分言告都获得胜诉 那另外言告请求说 如果建发公司不去移除这些炉渣的话 那么被告应该以行政执行法规定 作为代理刑的动作 那么这个请求是言告是败诉 那这件案子主要在称职的就是建发 就是建发营造有限公司 在他自己的土地上 将购买来的炉渣做一个回庭的动作 那么这个炉渣到底是一个废弃物 还是不是废弃物 那么各位或许知道 炉渣这种东西是从中钢在炼钢过程中 产生的一个叫做转炉石 那后来转炉石再经过加税 然后一个筛件产生转炉石 那这些变成转炉石配料 就是我们称的炉渣 那这个炉渣是对付在中林公司 那中林公司在委托给万大公司 叫他做一个庆除 那万大公司再请建发营造有限公司 把他做一个移除的动作 所以从整个行为看来 建发公司他在做的是移除这个炉渣 这种他们不要用的东西 他把他回添到自己的土地上 所以炉渣在这件案子里面 他要被定性为废弃物 那既然是废弃物的话 就废弃物清理法的适用 换句话说主管机关 就有命行为人移除的义务 我们终于看到了 由司法单位来宣判 中刚的转炉石及配料为废弃物 可是呢 虽然他有要求高雄市政府 一为清法71条 来献起业者来做移除 但是呢 我们非常的遗憾 他我们的法官并没有采到我们的意见 因为Q12条 当业者脱兰 当业者抛工 所有赚的钱 当业者把所有烂账都换在这个联田里面的时候 没有移除 我们司法没有办法来做这一块 但是我们在地的其他的居民们 我们的四个社团 我们同习一个认为 黄宝局 黄宝局不能在躲在后面 黄宝局因为司法单位 已经用汇清派来宣判了 所以要回到汇清华来 回到汇清华 当然就是71条72条来示弱这个业者 不能让业者在 在偷泥带水 在泥帽放菜籽 把所有的不管是转炉石破料 还有不明物体来污染地下水 来污染农田 来让高雄市的知名 因为高雄市的懈怠 而烦掉我们觉得很羞耻 今天这个 今天法院终于还给我们居民一个正义了 把中钢的废炉渣呢 当成废弃物来判刑了 他们不再有一个免死金牌 那我们居民四年来疲于分泌 就高雄市政府用产品 一直推脱啦 不来用废弃物来侵略它 那今天法院呢 终于判给我们居民一个正义了 既然黄宝张老师来跟大家说 这边是国家划定的水质水量保护区 这里是农田 一个国家划定的水质水量保护区 我们高雄市政府 我们的环保署 我们的环保局竟然没有能力保护它 今天我们用司法来找回公道 今天 今天的判决已经把中钢埋在这里的转炉值 判定为废弃物 所以高雄市政府不能再以区域计划法来弹赛一切 必须回到环保局 用汇清瓦来处理事情 所以未来我们会行文给高雄市政府环保局 另外环保署 另外我们也会行文给监察院 要求监察院负起监督的责任 更重要的是 中钢是一直被标榜为企业的磨磺身 当你的转弩子到了不对的地方 污染我们的水之眼的时候 这些废弃物我们要求强烈的要求 中钢必须护起社会责任 必须清除 我再强调一次 中钢是一个磨患企业 请维持磨患企业的哄乱 不要污染我们的水质水量保护区 不要污染人屁 不要虚伪造假 中钢请你赠胜尽社会责任 立即清除这些磨磋 刚刚听到宣判的时候 我们的感受是一则一洗 一则一丢 洗的就是在这个宣判里面 我们听到法官明确的告诉我们 埋藏在 也埋在这个旗山圆坛 这一块珍贵的农地底下 就是废弃物 我再讲一次 就是废弃物 不要再争了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 有指标性意义的判决 所以这件事情 我们觉得是很开心的 是一则一洗 那一则一优是什么 也就是说刚刚的宣判告诉我们 宣判告诉我们 并没有充足的法律的规定 要求刚刚市政府必须待为清除 这件事情我们是败诉 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是优的 因为有可能又回到原点 市政府要求建发这个不清 然后没有人清 这件事情就继续摆在那里 四个社团从一开始 地方的居民郑老师 王老师到处去澄清 到现在已经拖了好多年了 那一些废区还会埋在这里 我常常想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都只有几十年 可是土地如果出了问题 它不是只有几十年 简单来讲 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子孙 我们的后代 他们问我们说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容许钢铁业赚大钱 为什么你们容许财团赚大钱 可是却把这些钢铁业财团 他们不要的垃圾 他们不要的废弃物 掩埋在我们高雄这么珍贵的 水质水量保护区的农地里 为什么这些农地要变成钢铁业的垃圾厂 请问我们这一代的人 怎么回答他们 我们怎么回答他们说 我们为什么能够容许 农地变成钢铁的垃圾厂